从世界范围内来看 小国 弱国是没有外交的 只能按照大国的意志来行事 而且稍微反对或者不买账 立刻会引来灾难 最典型如伊拉克 利比亚 反对美国 结果被打低千疮百孔 还有乌克兰 格鲁吉亚 想要脱离俄罗斯掌控 走向西方 结果国土沦丧 国家被打低千疮百孔 被肢解 惨不忍睹 而下面这个国家 堪称前苏联最聪明的国家 其成功脱离了俄罗斯 而且俄罗斯还不敢报复 这个国家就是土库曼斯坦 我们知道前苏联解体后 分成了15个国家 而解体后大部分 还是被归入俄罗斯控制的 独联体之下 尤其是这些前苏联国家 俄罗斯将其看作自己的后院 不允许出现背叛 或者投向西方 因此 我们看到 苏联解体后 先后有两个国家试图摆脱俄罗斯 投入西方怀抱 来围堵俄罗斯 这两个国家就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 格鲁吉亚一直想要脱离俄罗斯 加入北约 结果被俄罗斯打低 失去20%领土 南澳赛提和阿布哈兹失去了 而乌克兰也要加入西方 围堵俄罗斯 结果克里米亚失去 整个乌克兰东部至今还被打低一团糟 有了这两个残酷的教训 使得在俄罗斯独联体内 其他前苏联国家都不敢违逆俄罗斯 尤其是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亚美尼亚等更是死心塌地 也是非常惧怕的 而本质上 俄罗斯现在影响力今非昔比 因此 想要脱离俄罗斯的国家很多 现在却都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 只有一个国家成功脱离了俄罗斯 完了俄罗斯还没有任何办法 这就是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斯坦是中亚五国之一 全国领土面积49万平方公里 人口只有500多万 典型的小国 而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重新控制中亚 在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等驻军 在经济上控制 而作为小国的土库曼斯坦来说 是没有力量对抗的 而土库曼斯坦又想要发展致富 必须拥抱其他大国 尤其是美国 那怎么办呢 如果直接的跟乌克兰 格鲁吉亚那样要加入北约 肯定就会被推翻或者揍扁 轻则国家分裂 所以这条路走不通 但是土库曼斯坦走了另外一条路 那就是永久中立国 土库曼斯坦独立后 担心自己会成为俄罗斯和西方 国异的牺牲品 同时又想独立自主发展 脱离俄罗斯 为此 独立后就不断鼓吹永久中立 表示土库曼斯坦既不帮美国 也不帮俄罗斯 要做中立国 而且还将这个直接写进了宪法 予以确认 而对于此 土库曼斯坦获得了西方世界的 还欢迎 经济发展很快 而俄罗斯对此也表示理解 毕竟人家中立 也不能说什么 而且联合国还以决议的形式 确认了土库曼斯坦的永久中立国地位 这就像一张证书一样 俄罗斯也是丝毫没办法 如果这样都要像格鲁吉亚等一样打过去 那么会成为众矢之地 不被唾弃才怪 为此 也只能默认 因为俄罗斯至少保障了 土库曼斯坦不跟自己的同时 也没有跟美国 于是土库曼斯坦退出独联体 不让俄罗斯驻军 跟俄罗斯说白白 俄罗斯丝毫不敢报复 而且只能是配合 而当了永久中立国后的土库曼斯坦 拥抱世界 税也不得罪 经济发展很快 从中亚全国 现在成了复国了 人均GDP甚至超过中国 为此 现在看来 土库曼斯坦才是最有远见的 不像格鲁吉亚 乌克兰那么傻 直接对抗 而且其他中亚国家 他现在也想永久中立 但是现在也没机会了 没名额了